宗教故事木连救母大家耳熟能详 但是这个文本到了外国人手上会变成怎样呢 擅长结合经典文本和当代观点的德国导演 他受台北艺术节之邀 担任木连拯救母亲大帝的导演和编剧 他跳脱了木连救母的故事框架 他把时间跟空间设定在未来的世界 为故事披上了科幻童话的外衣 这次木连不仅要救母亲 还要救大帝之母 大大的颠覆传统 37度的高温下 铁皮屋就像个大暖炉般热上加热 演员们早已被逼出一身的汗 这是台北艺术节的节目之一 木连拯救母亲大帝的排练现场 开始 木连拯救母亲大帝 是家木连拯神通第一弟子木连救母的民间手画故事 透过德国导演瑞特贝格的西方视角 以当代观点重新演绎 你说这身体躲进角落 你看起来好痛苦 现在你在受苦 现在换你受苦了 当我读了这个秘密 我只能发现 木连拯救母亲大帝的公民 已经在一个社区的族 妈,你在哪儿,我看不见你,我找不到你 我是木云,你记得我吧,木云 打破神话故事里的空间和时间设定在五十年后的科幻世界探讨资本主义与当代社群 我们称是科广幻虚,我们已经有一个未来来的社会本来说 社群人和社群人 是自信、自信、自信 自信、自信 未来世界里一个又一个的乌托邦社群 导演瑞特贝格利用二十面体的道具巧妙呈现 而相较于原版穆莲舅母 谈的是轮回和夜报 导演瑞特贝格想传递的是着眼于当下 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责任 在这一刻 而不是有一个解释 如果我现在做得不好 如果我现在做得不好 我后来会被罪罪 所以这就是 可能是很佳仁人的信息 这就是现在的认识 你是你 太好了 在导演瑞特贝格的眼中 所有的神话都蒙着一层灰 他要做的就是吹掉灰尘 找出跟当代社会的连结 穆莲拯救母亲大帝 要彻底颠覆你对这段经典神话 也不有的想象